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圣社 表面上是钟离一脚踹飞的轮椅 实际上是宁光主C,一夜翻身 说实话,宁光作为岩系唯一的牌面 除了面板比较低以外 技能机制本就拥有着媲美五星的强度 早在1.2版本中,宁光就已经是平民战神 只是因为岩系属于孤儿属性 无法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 所以才不被众客玩家看好 说实话,元神的元素平衡确实有点问题 如果不改版,玩法始终固定为水、冰、火 角色都不用抽了 岩系共鸣大幅度增强 但是,事情一夜翻转 在元神1.3版本中,官方大幅改动了岩系共鸣条件 双岩队伍一夜起飞 在原来加伤15%的基础上 护盾强度增强15% 岩属性抗性降低20% 火属性人上人的时代结束了 新的版本将是百花真鸣 当然,除了雷系 这里要说一下 减抗是游戏中仅次于冷却的珍贵属性 减抗20% 约等于伤害提升16% 两个条件加起来 双岩共鸣的buff已经超过了双火共鸣 而且能扛能打 岩系基本全员都是倍率怪物 不管是女仆还是严主 其技能伤害是超标的 所以,减抗带来的提升非常巨大 宁光队伍要求低 岩系共鸣条件是在护盾下 伤害提升15%,减抗20% 现版本中,由于减抗机制的存在 凝光主C基本绑定了双岩体系 同时,这恰恰是凝光好痒的原因 玩凝光主C非常省资源 新人开局,官方就白送一个 岩系辅助诺埃尔 能盾能奶 毕业武器是铁匠处免费锻造的白引荐 圣遗物也基本不挑 完美契合凝光的定位 接下来的配对就很随意了 哪个顺手就玩什么 根据环境补充破盾工具人即可 圣遗物选择比较灵活 凝光的圣遗物选择非常灵活 灵活就意味着好痒 前期狂战四肩套 简单粗暴堆暴击 中期遍地都能捡到角斗式 基本不用刷圣遗物副本 毕业的话选择逆飞的流星四肩套 由于诺尔的小技能加凝光自身的机制 90%的情况下都是有盾的 圣遗物套装的效果直接吃满 当然也可以选择两个角斗式加两个炎套 这样搭配更加灵活均匀 由于凝光属于法师 平A也是炎属性伤害 所以2加2可以最大化凝光的所有伤害 雨露均粘 剩下的一个位置就很随意了 遇到主词条比较好的圣遗物就可以用 不用刻意去刷圣遗物副本 唯一的缺点 但是 凝光难道就毫无缺点吗 作为四星角色 凝光存在一个先天性的弱点 面板齐低 80级了自身攻击力却还不到200 突破加的是炎属性伤害 对武器的依赖非常高 凝光拿到五星武器和没有五星武器几乎是两个档次 所以凝光倍率高 但是依赖五星武器 圣遗物同时需要暴击 暴击伤害 固定攻击力 后期上限并不高 这也是四星角色的局限所在 最后 凝光对命座也是有要求的 一命普攻附带AOE伤害 二命额外释放一次小技能 单体爆发提高20%左右 零命就只是正常四星主C水平 两命强度才媲美五星 好处是炎系作为自闭属性 可以无视环境影响 除了纯属性 炎史莱姆谁都可以打 适用性很广 如果你抽到的灵光 建议补充命座 最低一命 这是个主C的好苗子 也是版本之子